第六章 首次碰面 放肆 那燕神族不朽怒喝倒 只见其掌心忽然冒出了一柄长枪 枪间摇指罗锋 人类 燕帝陛下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燕帝乃是燕神族绝对的领袖 虽说罗锋展露实力极强 可这燕神族战士依旧没有丝毫退去 罗锋看了那燕神族不朽一眼 自己神威压迫下竟还这么充满战意 当即神力浮散开去 直接淹没了那位燕神族不朽 在绝对实力下 那位燕神族不朽愤怒的双眸欲要喷火 可却再也无法发出声音 罗锋看着遥远处的虚空宫殿群开口道 燕帝 这一普通不朽战士都有胆对我怒喝 难道你都不敢现身了 这是你族群老巢 也是你掌控的一方时空 可别假装我说的话 你没听到 说完后 罗锋便默默等待 谁都不是傻子 这是燕神族老巢 燕帝肯定是有绝对监控手段 若燕帝假装没听到 那就是当罗锋是傻子了 仅仅片刻 轰 遥远虚空宫殿群主电 迸发出强大的神力波动 紧跟着之前的空间封锁完全关闭 一道身影一闪 就已经到了罗锋前方 这位可是人类刀和王罗锋 穿着有黑战铠的魁梧独角光头男子道 他身高约有十米 皮肤上有着一层鳞甲 就仿佛蛇鳞 连面部都有着鳞片覆盖 唯有头顶是光秃秃的 而且还很光亮 对 罗锋点头 这魁梧独角光头男子 是一名燕神族的宇宙尊者 我是冰刀尊者 光头独角尊者笑道 燕帝让我在这静等刀和王 总算是等到了 我一知道刀和王你到 就立即将保护族群的空间封锁 都给关闭了 罗锋心中嗤笑 关闭 恐怕空间封锁 是特地为自己准备的吧 二者交谈 旁边那名被罗锋神力压制的燕神族不朽 却听不到任何声音 刀和王可否放了我这族人 独角尊者道 罗锋当即收回神力 独角尊者当即转头 看了眼那族人 直接喝道 速速退去 是 尊者 那不朽战士连恭敬行礼 然后一个瞬移便消失离去 独角尊者 当即笑看向罗锋 刀和王请随我来 罗锋点头 也不拒绝 他也不怕那燕帝耍手段 之前自己都没抵达着 遇到些阻挠等等 不算什么 可自己既然已经抵达燕神族老巢 燕帝若在耍手段 就是侮辱罗锋 也是侮辱坐商客老师 二者顺移前进 直接来到了那虚空宫殿群 宫殿周围无尽的火焰 直接分开一条虚空道路 在道路尽头 更有一些燕神族不朽战士们 恭敬分立两旁 罗锋 独角尊者 并肩而行 燕帝呢 罗锋问道 那是主殿 独角尊者 摇指远处最高的一处宫殿 也是燕居所 旁边那两座宫殿 便是偏殿 是一般客人暂居之地 刀河王你 现在偏殿等等 等燕帝来了 自会相见 罗锋脸色一变 拖延时间 罗锋盯着独角尊者 燕帝这么命令你的 你将我到来讯息通知他了吗 可别跟我说 没办法通知 哼 燕帝是整个燕神族 唯一的宇宙之主 肯定是会随时掌握 这里的讯息的吧 刀河王别急 独角尊者 却不在乎罗锋生气 我刚刚将消息传给燕帝 只是燕帝现在在原始星 所以 从原始星回来 透过神国传颂 怕是片刻就到 罗锋冷漠道 你前面带路 我就暂且按照你等安排 在那片殿休息静等 我倒要看看 燕帝到底什么时候出现 请随我来 独角尊者也冷漠在前面走着 二者一前一后 进入了片殿 独角尊者吩咐了仆从 准备一些美食家摇后 便直接离开了 一个小家伙 竟敢这么嚣张 独角尊者站在远处 摇看片殿 冷笑着 即使是逆天的不朽生命 可也仅仅宇宙中等尊者 战力罢了 最多擅长点逃命手段 竟敢对我足燕帝陛下不敬 哼 若不是燕帝陛下命令我 不得惹事 我定要让你知道 对陛下不敬的后果 哼 独角尊者转头离去 根本懒得理会罗锋这 偏殿内 一些来自宇宙各地的珍稀美食家摇摆放一桌 也摆放着数种美酒 单单这些吃的 就足以让封王不朽 耗费所有财富 我这位二师兄的派头还真大 罗锋坐在那 我行踪消息泄漏 几乎可以肯定 就是他暗中释放开去 明明早知道我要来 硬是拖延 我这次来 可是奉坐山客之令 实力足以驱动结甲后 便来取结甲 这是坐山客老师的吩咐 他也摆他宇宙之主的派头 罗锋暗自摇头 结甲本是罗锋之物 燕帝使用了漫长岁月 罗锋这个正主出现 暂地不但不急着归还 反而让属下暂时应付罗锋 我便等 看看要等到何时 罗锋暗道 这次事情早已闹大 宇宙中的大量超级强者追杀我 消息满天飞 坐山客老师肯定也知道 也关注这里 二师兄啊 二师兄 坐山客老师在盯着 我便看看 你能摆谱到什么地步 一天 两天 三天 一个月 两个月 没有任何消息 燕帝就是不现身 拖 继续拖 罗锋闭上眼 一边意识连接 虚拟宇宙静修 一边默默等待 实力不如人 他只能等 三师弟 就让师兄 先压压你的傲气 人类族群的绝世天才 哼 师兄当年 可比你更强 我会让你明白 师弟 是该尊敬师兄的 燕帝却是盘西境 坐在原始星的 一片古老森林中 仔细感应着 遥远处的一些波动 若是有一些 珍贵宝物出世 都会有特殊动静 罗锋在偏殿中 已然等了一年多 在这期间 罗锋也一直很平静地 慢慢等待 忽然这一天 罗锋正盘西境修中 哼 一股强大威压 弥漫开来 笼罩整个虚空宫殿群 令整个虚空宫殿群内的 无数仆从 不朽战士们 都立即恭敬行礼 罗锋也睁开了眼 总算来了 哼咙 周围时空 瞬间转换 罗锋只感到眼前 一阵变幻 自己就已经来到了一座 广阔的大殿中 在大殿的王座上 正坐着一威鹅高大的身影 他全身满是密密麻麻的林甲 那巨大的独角 完全燕神族族人模样 双眸俩看下方罗锋 无形威压下令 罗锋仿佛陷入火炉中 二师兄 罗锋抬头看着燕帝 露出一丝笑容 二师兄总算来了 师弟等了好久 哼 威鹅身影起身 然后一步步走下 随着一层层台阶走下 他的神体也不断缩小 当走下台阶后 就已经变成和罗锋身高相当了 罗锋从地球人的眼光来看 燕帝有着一股冲天的霸气 舍我其水 唯我独尊的霸道 那种霸道是骨子里 灵魂里 自然而然散发 没有一丝刻意 这跟一些骄纵霸道强者 让人讨厌不同 燕帝的霸道 唯我独尊 只会让人感叹 这是霸主人物 三师弟 燕帝看着罗锋 眼神中有着一丝笑意 师兄在原始星 和其他无数族群强者们争斗宝物 刚好正在一宝物 出事关键时刻 所以耽搁了点时间 相信三师弟你不会在意吧 师弟当然不会在意 罗锋道 嗯 燕帝点头 我也和菩提聊过 做山客老师 也吩咐过我一些事情 对你 我也刻意搜集过一些资料 你的确是人类族群 现如今难得一见的绝世天才 不过你也应该知道 你这一切是做山客老师赋予 所以不得骄傲 得谦逊修炼 早日跨入宇宙尊者 乃至成为宇宙之主 我和你大师兄 都等着你这一天 罗锋眉头微皱 他很不喜欢燕帝这种 高高在上的姿态 可还是应付到师弟自然会努力 你运气不错 能够扛过星尘塔生死传承 成为做山客老师三弟子 燕帝看着罗锋 所以你更该珍惜机会 不要让做山客老师失望 二师兄 罗锋直接道 我来这的目的 相信二师兄你是知道的 哈哈 为了结假 我当然知道 燕帝微笑看着罗锋 对这三师弟 燕帝本能的有一种厌恶 因为当年做山客 全力栽培他 所以燕帝称得上是 宇宙当中 数一数二的绝世天才 而现在罗锋也丝毫不比他差 甚至燕帝知道 这位三师弟将来会拥有 至强制宝星尘塔 燕帝在罗锋身上 看到了巨大的威胁 可罗锋又是做山戎 清理栽培的三弟子 他根本没任何办法去阻拦 对大师兄普提 燕帝是不屑一顾 也就做山客老师 徒从出身 实力比他差多了 可对三师弟 燕帝却有着十足的警惕 对 我来 就是为了结假 罗锋道 做山客老师 吩咐我能驱动结假后 便来二师兄这曲 所以我现在来了 结假 是浩瀚宇宙中的超级至宝 燕帝看着罗锋 威能无尽 你现在才不朽 实力太弱 都无法发挥他多少威能 甚至于 在你手上很可能 另着结假一失 我看 为了结假 也为了师弟 你自己 你还是再多修炼修炼 提高实力 跨入宇宙尊者后 再来取结假不迟 师兄暂且为你 继续保管结假 待你成为宇宙尊者后 直接送到你手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